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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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航时训练 从特训到现在的普训 反映着实战化的强度 催生着战斗力的提升 加入战斗不代表赢得战斗 迪跟踪 意味着下一秒可能被击中 刚才我们说了做测飞的目的呢 主要是为了摆脱敌方的雷达跟踪 突破体能的极限 打破认知的局限 再一次次敌搜索 敌跟踪声中 魔力出来 再叫二三 训练中 失败可以重来 但战场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敌跟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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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为的就是成长为全能六边形空中战士 让歼16战斗群成为多功能战斗模块 融入体系 应对强敌 打赢每一场仗 天出一号 击杀目标 动九五 拐两 高度拐动 继续航机 继续保持进阶 未来歼16战机作为全能模块 可与任何战斗单元自由组合 他们飞出的一道道航迹 编织的是制胜空天的联合作战体系网 未来感谢您的适合